好,刚才演示呢,是说我的一个负载俱衡的策略跟虚拟服务器组的一个配合 那接下来我们来直接演示虚拟服务器组的另外的一种用法 另外的一种用法,首先呢,我将这些虚拟服务器组都删掉 现在我的这个策略里面啊,我直接现在把负载俱衡的策略都删除掉 删除掉 好,删除掉了,删除掉了 负载俱衡组呢,我也都删除掉 好,删掉,删掉 那我现在来创建虚拟服务器组,这个里面要写什么呢? 我写的是,SIC,就是SIC一次,下号线22 然后呢,给到我这两个服务器里面,后端端口写22 22 好,是这样的 那,再添加一个组 Vive 80 还有网了 好 80 80 80 点击讯定 好 两个组都已经创建了 接下来呢,我们点击监听 添加 那在这个里面呢 好 TTP 22 22指导 使用的是我们的SIC一次协议 那这里面选用的是,虚拟服务器组 22 好 22 下号线 下一步 那这里面检查端口也是22 不用管 然后,确定 好 那我再来添加一个 HTTP 80 80 好 使用虚拟服务器组 选择80 别的不小啦 下一步 下一步 好 这个呢 就是我虚拟服务器组的另外一种用法 另外一种用法 可以看到说我后端呢是同一组服务器 同一组服务器 但是我的同一组服务器呢 可以放在不同的监听里面 如果你要放在不同的监听里面呢 你就要使用这个虚拟服务器组来配合使用 来配合使用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哈 访问这个IP地址的80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哈 然后呢 咱们来SSH一下这个IP地址的22 好 也是没问题的哈 是没问题的 可以登录 好 这是虚拟服务器组的另外一种用法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